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這是好減和平的 他們在唱歌 喊口號 有些 反對派的議員去演講 他們圍在一起 我看到警方的人員 是在那裡維持秩序 雙方沒有 任何的接觸 我都看到這些場面 覺得 都頗安慰的 因為我很擔心有衝突 但是可惜 在下午2點50分左右 風雲突變 是有一群戴著 黃色和白色頭盔 戴著眼罩 蒙著臉 有口罩 在立法會對面的地盤那裡 走在路上挖地磚 不是一塊半塊 是以百計 在地盤裡拿些鐵通 一直這樣運送過來 運送到立法會 大門示威區的入口那裡 跟當時警方報防的防線對峙 起三點鐘左右 開始進攻 先推鐵馬 繼而磚頭鐵通 很多雜物聯飛 海上看得心都寒 當時警方的裝備是很輕輕的 只有盾牌和警棍 那些警棍尺多兩尺長 打得多遠 那些磚頭不斷飛過來 親眼看到 有警察受傷 被磚頭扔中 我不知道它的傷勢輕是重 不過 這些傷勢 令到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磚頭迎面地扔下來 就算有裝備 有礦礦規 拍到臉上都不是小事 警察是不敵 他們推鐵馬 一直推 由馬路一直進 進到示威區 示威區進到 這個 我們叫煲底那裡 大門對開 就我們到那些駱駱馬那裡 警察換裝備 那時候出到有催淚彈 有布袋彈 有防暴的器具 那時候速龍部隊就出來了 就將 這幫 暴徒 推出去 一路驅趕 老老實實 在場的 大多數 都是和平的 但是 這一小撮人 就是破壞了整個示威 將這個示威 演變成一個暴動 將和平出來示威的人 綁上戰車 要他們背負這個暴動的罪名 我相信 特區政府會將 兩批 大部分的人 和小撮的人 會嚴格區分 黃定光議員請你提出的問題 我要講講那天實際情況 主席 那天我是在現場 印象很深刻 很難忘 好 緊張